我是反對這次的12%的加價申請的 實在是獅子開大口 你看回過去是有沒有任何一個交通工具 是這樣大幅加價呢? 我們看回過去其實過去10年 是從來未試過批准任何加價超於10% 給時間我簡單講解 承巴尊嚴權1和新巴的加價申請 收入下跌是需要加價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從港鐵港島西延線和南港島線開通之後 承巴的專門權1和新巴的客量和收入下跌了超過10% 另外巴士車廂內的流動多媒體廣告的業務 在2017年7月因為沒有承辦商願意接手經營而終止了 令到我們的非車費收入大幅減少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